李小龙我第一次见他是在香港酒店六楼 我印象很深刻 他刚拍完唐山大兄回来 我是透过韩英杰和林振英认识他的 欢迎收看李小龙实战 影片中的这个人名叫董伟 在李小龙1973年的电影《龙真虎斗》中 电影一开始有一个少林式的少年向李小龙请教功夫 向李小龙踢了好几腿但一直都踢不到他 还被李小龙狠狠地打了他的头以下 这位少年就是董伟 董伟出生于1954年 比李小龙小14岁 1973年在拍摄《龙真虎斗》时 他其实已经19岁了 但是他的样子非常适合剧情 所以被李小龙派上了用场 饰演少林式的一个青少年 也因为这短短几分钟的演出 董伟在日后的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不但成了香港非常有名的武术指导 还成了动作指导兼导演 因为林振英 董伟认识了李小龙 他是当年众多替身于演员当中 真正与李小龙相处过的人 这里就有一个董伟在90年代的访问 他刚认识李小龙时觉得他很瘦 不觉得他有什么厉害 但是看到李小龙的功夫后 他说这几十年来 李小龙的动作都没有人能够做到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林振英跟我说 有一个人功夫非常厉害 他要介绍这个人给我认识 就在香港酒店六楼 我第一眼看到李小龙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衣 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的内衣 一条牛仔裤 很瘦 他看起来很瘦 满脸胡须 还戴着一副ray van的眼镜 我们就在香港酒店六楼喝咖啡 当时我们都很年轻 精力都非常旺盛 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我听林振英把李小龙讲到那么夸张 我真的怀疑 我看到李小龙那么瘦小 怎么可能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那一次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真的是 哇这样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可以两只手指 然后做十二下伏地挺身 他脱了衣服后 做了十二下的二指伏地挺身 他脱了衣服和穿着衣服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他的背阔肌可以伸展 最少三寸半以上 看到后我们就这样 十二下的二指伏地挺身 我想之后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到现在都没看过任何人做得到的 就是身体的柔软度的力度 还有爆炸力 一部分肌肉的爆炸力 你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当你的人站立 然后弯腰 膝盖不能够动 然后从你的脚尖开始算三个手掌的距离 然后这样把你的拳头放在地上 食指向上 弯腰下去 然后用嘴碰下你的食指再回来 到目前为止 我没看过任何人办得到 我们从小学的是舞台功夫 学一些翻筋斗 一些需要腰力或者肌肉爆炸力的动作 而我们一看到这个动作 我们就知道它的难度在哪里 而这个真的令我很震惊 夸张一点说 真的是吓到我了 看完董伟对李小龙的评价 不知道大家认为李小龙真正的能力 到底去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有这样的肌肉爆炸力 在实战肯定占很大的优势 你说是吗 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上传的影片 谢谢观看李小龙实战